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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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夫呢 叫西雀 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 因为他产生了一个成语 叫相敬如宾 这成语怎么产生的呢 他和西雀的政治生涯的关系非常明确 西雀他的父亲叫西雷 原来是晋惠公手下的一个重臣 就非常有权力 但是西雷在政治上 倦向非常明显 他反对晋文公从而回国执政 大家知道晋文公在中国历史上 是春秋五霸之一 是晋国发展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君王 但是西雷是晋公子崇尔的一个坚决的反对派 反对到什么程度呢 在崇尔回国的途中 崇尔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 在他回国的途中 西雷就设计了一场火灾 想用火烧死崇尔 结果呢 崇尔事先得到了消息 躲过了这一劫 所以西雷的这一场谋杀案件败露了 所以西雷知道这件事得罪晋文公 晋文公回到国内后就当了国君了 所以西雷就想渡过黄壳逃跑 结果被支持晋文公的秦木公设计 把西雷的给杀死了 简单来说 西雷的父亲西雷啊 是晋文公的政敌 晋文公对西雷非常恼火 所以他的儿子西雷 从此就失去了在政治上发展的这个机遇 但西雷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发展 西雷了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道德的提升 不能做官的西雷的就开始在家乡一个叫积野的地方 开始种地 但是即使种地 他每天在外面种地 他的妻子的暗示暗点就给他送饭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的妻子给他送饭的时候 都是表现得恭恭敬敬 而西雷呢 这时候尽管就是一个农夫 他的妻子给他送饭的时候 他也表现得非常有礼节 频频质疑谢意 每一次送饭吃饭都是如此 夫妻两个相敬如宾 结果有一天 这个西雷和他妻子正在举行送饭 结饭的这个礼仪的时候 被靖雍公手下的一个大臣看见了 这个大臣叫九姬 九姬呢 无意中从这个季野的天边经过 就看见了一对农村的夫妇 正在送饭给结饭 整个的过程充满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礼节 所以这个九姬看完以后很惊讶 他觉得田间地头粗茶淡饭 竟然还能演绎出这么有礼节的事情 他很惊讶 所以他回去以后 他就向靖雍公报告 我今天出去以后 见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即使是在田间种地 还和他的妻子相敬如饼 所以这一个人 这么样的和他的妻子相处 说明西雀这个人 他的德行非常好 一个人德行非常好 他一定能够从政 如果他要从政的话 他一定是一个重臣 能够为你打天下 能够为你称霸天下 做出重大的贡献 靖雍公听说以后了 靖雍公就 把这个他的父亲 七瑞谋杀自己的事情 给忽略掉了 重用了西雀 如果没有他和妻子之间 相近如宾的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靖雍公 这种博大的胸怀 那么西雀坑这一生就碌碌无为了 第二个成语呢 更有名 这个也是写婚姻的信封密码的 叫什么呢 叫举案齐梅 这举案齐梅很多人都知道 他写的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名士 梁红和他的妻子孟光的故事 梁红字叫伯鸾 他是东汉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名士 梁红啊 他早年上过太学 本来他上太学就有一个很好的前景 但是当时东汉的太学 非常重视的叫张聚之学 梁红偏偏不喜欢张聚之学 所以梁红呢 在做官的路上就受阻了 受阻以后梁红没有办法 就在上个院里边养猪 结果有一次在养猪的过程中间 他出现出了一个错 就是他在用火的时候 没有小心引发了一场火灾 这个火灾把邻居的房子给烧了一部分 所以梁红啊 就找到这个房主 说我把你的房子烧了 你看怎么办 我怎么陪你吧 这个主人就说 我有很重大的损失 那梁红说那好办吧 那么我现在所有的财产 就是我这些猪 那么我把这猪都给你 能不能顶 顶了你的损失 这个主人还是不依不饶 所以梁红没有办法 那这样吧 既然我所有的家当都不足以 赔偿你的损失的话 那这样 就是赔偿你多少钱 剩余的钱 我给你打工 我用打工来抵战 你看行不行 这主人就同意了 所以梁红呢 这个太学生 从此来就在这个 被烧了房舍的主人家里边 开始这个给人家打工 打工梁红很认真啊 梁红是一个有德之士 所以即使如果打工 来用工钱赔赏 这个被烧房屋的主人的 这个损失 他也是兢兢业业 干得非常好 以至于左邻右手 所有的人都认为梁红太好了 认为这个主人呢 太苛刻了 所以后来很多人的话 都出来为梁红说话 指责这个被烧这个主人 所以说主人后来也觉得 梁红做得太好了 说那这样吧 我把我的猪全部退还给你 就是你的猪啊 我退还给你 你也不用给我打工了 梁红说不行 既然我烧了你家的房子 那么火灾是由我引发的 所以我还是把这个猪呢 补偿给你 只是我不再打工了 这样梁红就回去了 这件事情啊 在当时就传开了 传开以后 很多人都知道 梁红这个人长得很帅 而且品德又这么高尚 所以梁红在当时人们的眼目 心目中间 梁红就是一个男神 非常有名的一个男神 梁红得到这一个好名声以后啊 当时邻居啊 乡里有很多人 都想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梁红 那梁红就因此引发了一个 这个这个提亲 提亲潮 但是梁红一律没有答应 梁红为什么拒绝呢 因为梁红在等待 在等待着适合他的妻子 结果他等来的这个人是谁呢 等来这个人叫孟光 孟光可不是女神 孟光这个人呢 有四大特点 第一 丑 丑是指他的容貌丑陋 第二是黑 黑是指他的肤色漆黑 第三是肥 这个梁光这个人呢 身子非常肥胖 第四是大 是梁光的力气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梁光能够很轻易的举起一个大持就 那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 那梁光绝对是一个女汉子 所以梁光是一个丑小鸭 但是梁光这个人呢 还很挑剔 尽管他又丑又黑又肥 力气又大 但是他呢 在婚姻上很挑剔 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出嫁 这在中国古代 那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三十多岁没有出嫁的梦光 第一个条件就是老姑娘 第二个条件 丑小鸭 第三个条件 女汉子 一个女人具备这三条 老姑娘 这个丑小鸭 女汉子 具备这三条的话 一般都顶不住社会语论和家庭的压力 找个人家就嫁了 但是梁光这个人还特别拗 你叫他嫁 他还轻易不嫁 他还给家里人放了一个话 嫁人就嫁梁伯鸾 梁伯鸾就是梁红啊 梁红的字叫伯鸾 这么一个老姑娘 丑小鸭 女汉子 竟然放着话来 我只嫁梁伯鸾 嫁一个男神 按说 这个男神 对仇女啊 不会有什么多大的故事 一般有故事的就是 男神跟女人之间 往往会有很多故事 男神跟丑小鸭之间 不会有太多的故事 如果有的话 那一定是在童话里面 但是梁红听说这个消息以后 梁红做了一个 非常出人意料的决定 竟然把这么一个老姑娘 丑小鸭女汉子下了聘书 把她娶回家来了 娶了这么一个老姑娘 娶回来以后 这个梁红这个婚姻呢 出乎所有人的意外 娶回来以后呢 这个孟光出嫁了嘛 所以尽管是丑小鸭是老姑娘 也是盛装打扮 打扮得非常艳丽 梁红看到以后啊 七天没给她说话 梁红很奇怪 你娶了我 到我家下了评书 你娶过来以后 竟然从新婚之夜开始 七天不给我说一句话 你什么意思啊 梁红说 那没什么 我就我看着你 不符合我的标准 我原来想着你是一个 能够我过 共同过那种 贫贱生活的人 你看你现在这时候打扮 你这种穿金带衣 这种打扮 我看了以后 不像是给我 能够过贫贱生活的人 所以 我心里不高兴 孟光一听说以后啊 孟光就笑了 他说其实我穿这些事 是考验你 然后就把这个婚礼的 那个架装脱下来 穿上他准备好的那些衣服 这些衣服就是粗物衣服啊 这个麻鞋啊 而且还有纺织的用具啊 梁红一看太高兴了 这他是真正的妻子 然后这个梁红就带着 他的妻子孟光 一直到了吴地 到了吴地以后呢 就靠给别人家冲米为生 每一次孟光在家做好饭以后 都把这个饭放到这个 一个案子里面 就是我们今天说那个 那个托盘 然后把这个托盘举起来 和眉毛一样刚 一样高 恭恭敬敬的送到梁红的手里 这就非常有名的 举案齐眉的故事 这样一来 这个梁红给孟光的这个爱情故事 就留在中国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中间了 人们都认为梁红跟孟光 是一对非常幸福的这个男女 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张昌画面也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 张昌是西汉 汉宣帝时期的京兆仪 什么叫京兆仪呢 就是京城的那个最高行政长官 换句话说 就是西汉都城 西汉首都的市长 相当于我们现在北京市长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很不好干 京城的人口多 社会秩序不容易搞得很好 社会秩序一搞得不好 皇上马上就知道了 所以很快就把他撤了 所以在这个张昌之前 连续有好几任都被撤了 最后张昌结了这官以后 一干干了九年 这说明张昌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人 这个在中国古代叫能力 就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官员 那张昌出名倒不是因为这件事 张昌出名是因为他老婆化眉 张昌的老婆啊 年轻的时候受过一次伤 他那个眉毛的眉角没了 所以他老婆每天看见镜子 看见自己的眉角没了以后啊 没有自信 就特别郁闷 就张昌就想了个办法 我总得让我老婆每天高兴啊 他每天给他老婆化眉 把他那个受伤的眉角给他画齐 画齐以后啊 张昌老婆每天看到自己的样子 都高高兴兴的 非常劳兴 这样一来 老婆每天漂漂亮的 高高兴兴 张昌也很高兴 但这件事不久就传出去了 特别是传到官场上 传到皇帝的耳朵眼里去了 说张昌作为首都的最高行政长官 每天在家里给老婆化眉 成何体统 所以汉宣帝就问张昌啊 怎么回事 张昌就把事情交给他说了一下 而且张昌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陈能归房之内 夫妇之私 有过于化眉者 就我听说 夫妻两个 在房子里边 比给老婆化眉还过分的事 那多的是 化眉算什么 汉宣帝很欣赏他 也没有追究 这件事情在当时 传颂一事 而且留在了中国的历史文件中间 我们上面讲的这一组的三个成语 都是讲的夫妻恩爱的 这三个成语中间 他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 无论是相近如宾 无论是举案齐眉 或者是张昌化眉 他都告诉你了 幸福婚姻的第一个密码 叫互敬互爱 互敬互爱 是婚姻幸福的第一个密码 和前面的成语相比 这第二组的成语 恐怕有不少观众还不太熟悉 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广为传颂 并化作了这两个成语呢 谜谜马上解开 敬请关注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密码 第一个叫路车共玩 什么叫路车共玩呢 路车就是指能个小车 共玩是说夫妻两个一块退一辆车 这叫路车共玩 这个成语的故事中间 讲的两个主人公啊 一个叫抱轩 一个叫环绍军 抱轩是男主人公 环绍军是女主人公 他们都是汉代人 抱轩这个人呢 家境很穷 家里很穷 他是西汉末年人 但是他好学 他跟着谁学了 他跟着黄绍军的父亲学习 黄绍军的父亲就发现 他这个弟子啊 虽然家境很贫寒 但是抱轩这个孩子的话呢 品德非常好 很勤奋 很认真 而且很有天赋 所以他这个老师啊 就黄绍军的父亲啊 对这个学生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喜欢 所以最后就把自己的千金 黄绍军许给了自己的学生 抱轩 抱轩这一下子可是这个如获之宝 他不但学业有成 而且竟然做了他老师的金规婿 他老师把自己的千金许给了自己 这个黄绍军的父亲 也就是抱轩的老师 知道抱轩家里很穷 知道这是个穷学生 那怎么办呢 在女儿出嫁的时候 他给他陪嫁了大量的嫁妆 所以这样一来 抱轩呢 第一得到一个美人 第二得到大量的嫁妆 我们讲过司马向如 跟周恩军的故事 司马向如得到东西以后 是带着东西就回到成州老家去了 过富人的生活了 但抱轩不这样 抱轩看到他的老太山 给他这么多陪嫁东西以后 心里头压力很大 他这个心里的压力啊 就被他的妻子黄绍军发现 黄绍军说 我看你心里好像有新事 你为什么不高兴 抱轩说了 他说岳父大人给了这么多嫁妆 当然希望你过好日子 但是你要知道 我是一个穷夫生 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永远靠你 靠我岳父的这个 赠送给你的这些嫁妆来生活 所以我希望了 我的妻子是能给我同甘共苦的人 是能够和我志同道合的人 我不希望了一个千金小姐 带着这么多嫁妆过来 那么你过不惯我们家的穷日子 那今后怎么过 黄绍军一听 说好了 这问题我来给你解决 但我爸爸之所以把我许给你 就是因为看中你的人品 其他任何都没看的 就是看中你的人品 既然你觉得这些嫁妆是包袱 那好吧 他把黄绍军就把他爹 给他赔嫁的丰盛的嫁妆 全退回去了 一个不剩 全退回去了 退回去以后 换上平民的短步衣服 给包轩一块推着小车 回到国家 这就叫路车共玩 推着小车回去 回到家里以后 马上就像一个村夫一样 在包轩的身边 相夫教子 恪守护导 包轩因为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妻子 所以包轩就专心智制的学习 后来就考中公民 一直做到什么官呢 做到私立校尉 私立校尉是管京城和地方的 一个监察官 所以包轩后来做了很高的官 包轩给黄绍军 后来他们的儿子也很有出息 他的儿子 后来也做了鲁郡太守 包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 其实给黄绍军 对他的支持 密不可分 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幸福的婚姻呢 给我们留下来一个很深的印象 叫什么呢 叫志同道合 一个千金小姐 也能放弃那么多嫁妆 去过穷日子 是非常不容易 下面我们再讲这一组的第二个成语 这个成语呢 叫夫妇妻歹 这个夫妇妻呢 讲的是杰宇和他的妻子的故事 杰宇这个人呢 非常有名 大家只要看论语 看庄子 在论语庄子中间 都写过杰宇这个人 杰宇在论语在庄子中间 就是一个隐士 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隐士 但是到了西汉的刘相 他写了本书 叫列女传 在列女传中间 写到的这个杰宇呢 就把他老婆写出来 这个杰宇很有才学 但杰宇不愿意做官 和他的妻子 一直隐居在乡间 有一天 这个杰宇的妻子出去了 等他妻子回来的时候呢 就发现 他家门口出现了一些 很深的那个车折的印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那个车 不像现代的车 它是木头的 那个老百姓家里头 住那个地的 也不是像今天硬化的路面 是那土地 只要有高车四马来 一定会留下很深的车折印 所以杰宇的妻子一看就知道 今天我家里肯定来贵人 所以他就问杰宇 怎么回事 杰宇告诉他 不错 确实是家里来贵人 谁来了 楚王派人来了 楚王派人来 带了两样东西 第一 重金 第二 名车 带着重金 带着名车 干嘛呢 请杰宇出去治官 做官 到哪儿去了 去帮他治理淮南 所以杰宇的妻子就很着急的就问 你怎么回答 杰宇说 那这还用考虑吗 谁不想过好日子 人生很短暂 谁都不想过好日子 所以楚王这一求我 我答应了 我要去跟他做官去了 杰宇他老婆一听 脸一沉 不干了 他说咱们俩 结婚的时候都说得非常好 就是要一辈子过这种 不做官的 穷困的 平凡的生活 你现在突然之间 答应楚王去做官 你这不是违背你的誓言吗 那既然如此 那就你去做你的官 我呢还继续过我的苦日子 我不去做官 杰宇看他老婆认真的 所以杰宇就笑了 没那回事 我跟你说的是逗你玩的 根本我没答应 因为我不答应 那个使者带着钱和名车又走了 所以杰宇跟他老婆商量 他说既然楚王任命你做官 你不干 而且的旧相隐居到那 显然不合适了 既然如此的话 咱俩看来再换个地方 怎么换呢 这个地方不能呆了 家里的用具 特别是做饭那些 那些锅 那些东西啊 是结与杯的 结与杯的 这就叫夫妇 然后纺织用品呢 他的老婆头上顶着 这叫期待 就是老公背着做饭的锅 老婆顶着纺织的用具 夫妇期待 两人一块 改名换姓远走他乡 这是中国古代的第二类 非常有名的爱情故事 他揭示了这个婚姻幸福的 另一个密码 第二个密码就叫志同道合 无论是豹宣是黄绍军 无论是杰宇和杰宇的妻子 他们都是志同道合之人 所以他们的家庭很幸福 《酒鬼香全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糟糠之期不下堂》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的背后 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同心私守 白手到老 幸福究竟有没有密码 马上揭晓 第三组成语呢 有两个 一个叫糟糠之期不下堂 另一个叫不忘顾见 一对青年男女 从两个人相识 到最后牵手 一直到相守 其实夫妻之间 最大的愿望 莫过于 执子之手 与子邪老 最浪漫的事情 莫过于和你一块 慢慢的变老 这是中国古代 给我们留下来的 故事 什么叫糟糠之期不下堂 从西汉到东汉 一个著名的 一个高官 叫宋洪 宋洪这个人 他在西汉 做过哀帝 平帝 一直到东汉 光武帝的官 他最后做官 做了东汉 光武帝 刘秀时期 刘秀 亲情放过 好不容易 当了皇帝以后 刘秀特别高兴 但刘秀的高兴了 很快就被冲战了 因为刘秀有一个姐姐 叫胡扬公主 这个胡扬公主 刚刚死了丈夫 所以胡扬公主 尽管她弟弟当皇帝了 但胡扬公主心里 闷闷不乐 就很不开心 那刘秀呢 就想让她姐姐开心 就想为她姐姐 找一个老公 所以为了为她姐姐 找老公 她做了两件事 第一 先向她姐姐打听 看她姐姐 有没有看中的人 刘秀向她姐姐 打听过以后 她姐姐胡扬公主 就说 她说朝中 有一个叫 宋洪的这个大臣 这个大臣非常好 她姐姐一表态 游秀心里就有底了 要找宋洪 第二步就找宋洪 她找到宋洪以后 给宋洪兜住圈 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 宋洪言 贵意交负义妻 人情乎 洪月 沉门 贫贱之之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 什么意思呢 宋洪说 人一地位高了 就要换朋友 一有钱呢 就要换老婆 您觉得这个话 是符合 人情的吗 这就叫贵意交 负意妻 结果宋洪给他回答了两句话 他说 我听说 贫贱之之 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 特别是糟糠之妻不下堂 这句话 成了中国古代成语中间 形容夫妻之间不离不弃 最有名的一个成语 宋洪的回答 很巧妙 汉官五弟留秀的是兜着圈子 想让宋洪 因为他姐姐胡杨公主看中了宋洪 可是宋洪已经有成家了 有老婆 宋洪必须先休了妻 才能给胡杨公主结婚 因为皇帝的姐姐不能去做妻 要做妻子 宋洪必须要先休妻 所以给宋洪说了这么一番话 宋洪就给他回答两句话 叫贫贱之之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 贡购患难的 那不能换 宋洪的回答很巧妙 给光五弟留秀留了足够的面子 当然他给光五弟留了面子 也给自己留了性命 所以光五弟下来以后就给他解说 这事不行了 一代名将韩信在街头混互面前 忍受胯架之辱 泰式公司马迁即使接受攻刑 也要完成实际的创作 请看历史的进程 如何被真正的勇士改写 幸福婚姻受到皇帝干涉 历史上并不少见 皇帝的婚姻被其他人私保安涉 却并不多见 谁人不忘顾见 何为幸福密码 品鉴成语 解读婚姻正在播出 和宋宏相类似的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而且是汉代的一代帝王 这个人就是汉宣帝刘迅 大家知道西汉的皇帝 汉武帝以后就是汉昭帝 昭帝以后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刘迅是个什么身份的 汉宣帝刘迅是汉武帝和魏子夫的曾孙 也是历太子的亲孙子 刘迅他很不幸 就是他在羌宝之中的时候 他的爷爷就历太子 就遭遇无骨之祸 死了 他爷爷死了以后 他最后没有办法 就怎么办呢 就被送到夜厅去供养了 当后来这个物之后很快就被搞清楚了 也频繁了 但刘迅呢就是在夜厅 夜厅是什么地方 夜厅是后宫公寓和犯人居住的地方 他就在这长大了 他在这个后宫夜厅居住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徐广汉 他跟徐广汉的关系非常好 后来徐广汉就把自己的女儿 许平君 许给了刘迅 但是后来也很凑巧 小两口结婚以后 感情很好 还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后来就是汉原地 那是后话 两口结婚以后 生了孩子过得正好的时候 出了个事 什么事呢 把刘迅挑出了当皇帝了 本来汉昭帝死了以后啊 当时辅政的大臣叫霍光 霍光并没有立刘迅 他立的是谁呢 立的是另外一个 昌仪王刘鹤 他立刘鹤做皇帝 但刘鹤的家伙不争气 干了27天皇帝 被霍光罢免了 罢免以后 这个霍光 就把这个刘迅挑出来 继承王位 因为刘迅 他毕竟是汉武帝的曾孙啊 是历太子的亲孙子啊 他是皇时正统的血脉 刘迅就做了皇帝了 做皇帝以后 就是汉宣帝 那个当年 他在结婚的许平君 这时候分为杰鱼 杰鱼是宫女的一种身份 但还不是皇后 但是当时长实权的是霍光 刘迅当皇帝 刘迅是霍光立的皇帝 汉宣帝见到霍光都是战战兢兢 一点都不敢违抗 汉宣帝称帝以后啊 手下有一帮大臣 就给他上书 说你没有立皇后 建议你怎么办呢 立 汉武帝临死之先的脱孤重臣 立霍光的女儿 做你的皇后 很明显 这帮大臣是讨好霍光的 刘迅当时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我是选霍光的女儿呢 还是选我揭发的妻子呢 刘迅没有直接回答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过去没当皇帝的时候 我有一把剑 但是现在我这个剑丢了 希望大臣们帮我找一找我原来那把剑 这件事被人们概括成一个成语 叫不忘顾剑 也叫做顾剑情深 汉宣帝在大臣们上书叫他立皇后的时候 他竟然要找他以前的一把顾剑 这件事透露一个信息 念旧 所以这些大臣由此悟出来一个道理 汉宣帝绝不会立霍光的女儿做皇后 一定还要立他那个结法之妻 因为这么一个缘故 所以大臣们就明白过来了 然后马上站到皇帝身边 上书要立这个许平君做皇后 后来刘迅果然是这个违背了霍光的意志 立了他原来在夜厅中间那个结法的妻子做了皇后 刘迅这个做法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刘迅自己可以受委屈 但他绝不能让他在困难中间 给他温暖和支持的那个女人受委屈 因为那个女人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幸福 什么叫人生的意义 他要竭尽所能给他幸福 那么所谓给他幸福 就是让他当皇后 所以汉宣帝绝许平君的故事 在成语中就凝练成两个成语 一个叫不忘顾见 另一个叫顾见情深 俗话说 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一般说来牵手到相守 再到白头是上天最大的根刺 但是我们要懂得 其实牵手是非常不容易的 牵手特别是一对男女的牵手 他只是人生生命历程中间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所有的牵手最初都是一种本能 或者是一种利益 或者是本能和利益的共同趋势 如果能够把生物的本能和利益的追求 升华成精神的享受和生活的包容 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这一讲 讲的就是婚姻的幸福密码 这三个密码就是互敬互爱 志同道合和不离不弃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